大家好我是阿姬 今天我们去福岗 老铁说要看咖喱 今天带大家去吃汤咖喱 店名呢是Begis Spa 中午掏餐是110块钱左右 这家店呢阿姬经常去 味道相当重宗 我们公司的日本员工 中午经常在这里吃饭 给大家介绍一下 日本的饮食习惯 可以算是个很多元化的 很多国外的料理 日本人都会吃 谈起咖喱 大家也许不知道 日本的小朋友 从小在幼儿园就开始吃 也算是日本的国民饮食之一 今天我们点的是羊肉汤咖喱 阿姬比较喜欢吃辣的 点一下辣口的 饭呢可以选择玄米和白米 量也可以自己选择 先是蔬菜沙拉 日本的很多定食里面 都有加一点菜 这个五颜六色的小球呢 是用各种海草做的 很有弹力 口感也是非常的好 我比较喜欢吃 咱们的汤咖喱来了 已经可以闻到咖喱的味道 如果老铁喜欢吃咖喱 可以在日本吃一次 日本人其实很有意思 如果你问他 咖喱和汤咖喱 是不是同一道菜 大多数人都会说是 不一样的料理 确实他的做法 是有些不一样 这个是我们公司 帅小伙点的 豚脚煮汤咖喱 大同小异 上面呢放了一些 豚脚煮而已 咱们来看一下 汤咖喱里面都有什么 流心蛋 你是不是觉得 日本人到哪 都会有流心蛋 蔬菜呢就这几种 用油炸过之后 再煎一下 本身没有任何的味道 咱们吃的时候呢 把这些蔬菜 都放到汤里面 然后呢就会有 咖喱的味道 就这样 一点点都放进去 这个是羊肉啊 日本人很少吃羊肉 所以很多饭店呢 都吃不到羊肉 它这个汤吧 真的是做得很好喝 有一点点的甜味 更多的是 咖喱的味道和辣的味道 我喜欢把肉 放到这个饭上 然后呢 倒入一点点的汤 这样 然后呢 一起吃 来 阿奇的口号是 我来吃 你来看 如果你喜欢的话 也可以在饭上加一些柠檬 会很爽口 还有一点的酸味 来我们吃一下 这个胡萝卜 它是相当的软 这个胡萝卜 感觉好像是先煮过 再用油炸一下 然后我们吃一些流心蛋 这个流心蛋呢 一定要泡在汤里面 让它尽些味 然后得吃 最后是一杯咖啡 他们家的咖啡呢 是用咖啡豆 现磨的来红来煮 很好喝 我是很喜欢喝 好了老蝶们 你们看饱了吗 关注阿奇 一起吃日本 下集更精彩 それでは じゃあ